现在我们看一看国内的家长 大部分人会因为自己曾经的失败 或者是痛苦的经历 你们武断地去霸占孩子的生命和梦想 你们希望他们按照你们的成长方式去成长 这样你们就欣慰了 就踏实了 可是真的对不起 踏实的是你而不是孩子 他们已经失去了去发现幸福的能力 难道这不是成人的自私吗 你们有没有去想过孩子内心的感受 笑话 难道说我要根据孩子的内心感受 去调整我的行为吗 孩子他懂什么 错 我不相信在座的哪一个人没有做过噩梦 来自童年的噩梦 马上要考试了什么都没有背 马上要上台了 词儿却全忘了 这一代人都有过被哭醒的经历 那个时候你们担惊受怕 饱受折磨 那个时候你们的父母在哪里 你是有多需要他们 难道你们还希望自己的孩子继续做这样的噩梦 继继续哭醒了 请不要再以成功的名义去毁掉生命了 把该有的幸福还给他们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朋友 去亲近他们 勇敢地告诉他 孩子 去做你自己吧 别人 已经有人去做了 我送你出去吧 不用了 我才知道你们全家人来是来看我的笑话的 我怎么会有这个意思呢 那我们家的情况他怎么知道 这我真的不知道 诶 东方 说等会儿啊 马上就好了 妈妈 我那句话是跟你干吗说的 哪句啊 就是那句 唱幼儿园的时候你更爱我 傻孩子 你知道妈妈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吗 姐姐 妈妈也是记日记的 我有一篇很重要的日记 要不要念给你听 好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五日 小宝宝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 你哭得可厉害了 妈妈从护士阿姨手里接过你 爸爸因为晕血 差点都昏倒了 但是这一天 是我和爸爸一辈子 最幸福的一天 姐姐 妈妈永远都一样地爱你 睡吧 妈妈 妈妈 丹妻 你跟我说 唐玲那是不是你去通风报信的 老婆你刚才跟倩倩说那些 你就一点都不感动吧 感动啊 但感动不影响我审判你 对 我是跟唐琳 介绍了一些 杜峰的基本情况 你看 你内心肮脏的思想暴露出来了吧 你就是希望杜峰败了这一仗 还带着全家一块来看笑话是吧 我主要是想让他受受教育 受教育你个头啊你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一进门的时候 我就发现你眼神不对了 喂 我承认 我 我就是想让他输 我就是不希望倩倩被你们折磨 怎么了 幼稚 你怎么那么幼稚啊 你以为这个输赢的结果 会让我摇摆吗 无聊 你现在都这么高深了 那敢问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呀 兼容并蓄 趣伪存真 我要在教育上自成一派 自成一派 因为我觉得孩子教育的问题 每个人都可以收上三天三夜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 做一个好妈妈 会胜过无数个专家 黑衣服 黑衣服 你可以退下了 为什么你不敢参加 是不想面对曾经上的失败的人 还是不想在失败的战场上固定重游 你这套激将法实在太过时了 有新招吗 唐磊是正式邀请你 你有点男子气概嘛 我发现我一开始就上你的打 你到底想看谁的笑话 我不想看你们任何人的笑话 我是觉得你跟他都比我高明 我特别想看你们两个真知轴见之后 与我有什么用 但你弄我一会儿去 培养一下父子感情 用不着 各位家长 我们做蛋糕的第一步 先开始打鸡蛋 打三个鸡蛋 把蛋清和蛋黄分离 来 大家开始做吧 好 猜猜来 来 猜猜 猜猜 慢一点 慢一点 对 我不用拨开太多 留一个缝 他蛋白自然就流出来了 对吗 你想什么呢 你怎么这么不用心呢 你就不动脑子 什么事都不动脑子 老师是这样教的吗 别着急 你别老这样说孩子 老说孩子 我看运动做得挺好的 运动加油 来看我做的行 怎么样啊 我这还第一次上这样的亲子课呢 别说 你在国外学的这套理论 还挺有效的 这样的亲子课呀 不光能够锻炼孩子 对劳动的爱好 和自己的能力 也能够促进 孩子和家长的情感 是啊 那你就多教教他呀 我已经领教过了 比你还顽固不慌 那才体现你的本质啊 对不对 倩倩 你这里面放的面粉 放太多了 这样你看 你这姜搅得都不好 你没看见别人怎么搅的吗 你再打一个鸡蛋 妈妈 我不想做了 那更不可以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不可以半途而废 妈妈跟你讲多少遍 我哪一次不是这样跟你强调 盛安 你这想什么的 你不觉得 想什么的 你们要很像吗 扶住 扶住 你另一只手干吗的 是假芝麻 各位家长注意了 孩子的兴趣和爱好 需要小心培养 慢慢地呵护 如果操之过急 否定多过肯定 那一不小心 就容易起反效果 听唐玲说了 人家鼓励他 看好了 看好了 鸡蛋皮都进去了 你吃吗 你把它吃了给我看看 我看呀 这问题出现在你身上 如果你不信 就站到一边就别说话 你就安安静静地 看着他做行吗 看你干活能气死我 咱们一起啊 倩倩 你怎么可以 倒这么多牛仔呢 妈妈跟你说多少遍了 她比例是不对的 你看现在多稀 全是水 干吗 妈妈又说我 这是做蛋糕 不是在做游戏 你要学一个新的技能 你知道吗 盛南 要不 你就出去溜达溜达 看看杂志 你一会儿再回来 到时候再看看 他们父女俩的成果 不是 你要不然 你真的 你去那边溜达溜达 你也让我出去 不是 你真是 妈妈 你快出去 快出去 快出去 跟妈妈说 等我们的蛋糕啊 来来来 快 努力 加把劲 往这一边搅 你去哪儿 完全就是在浪费生命 做什么蛋糕 买几个不就完了 真不应该听你的跑这儿来 瞎胡闹 我们回去吧 你赶紧回来 回来 人家是美国回来的专家 专门开的提高孩子素质的教学 这课吧 你不服不行 不上还发现不了你的问题 你们家开火吗 你去了训医诺 你知道他脑袋里想什么吗 你哪拨的 我是让你自己也反省一下 你陪孩子做一顿饭都没耐心 你怎么陪他长大成人呢 那你呢 我怎么了 你老公更有资格说这话 一个家总有人唱红脸唱白脸吧 都哄着怎么行呢 那我只有当凶的那个了 我也不想啊 我们家就一人 怎么唱 我精神分裂我 妈妈 妈妈 你快看 妈妈 你快看 妈做好了已经 太棒了 妈妈 你尝一口 太漂亮了 一大口 这是我和爸爸 还有干妈一起做的 好吃吗 爸爸 我的也好了 什么破译 走 回家 来 我们也走吧 你才懂啊 我活了那么大的岁数 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蛋糕 谢谢清清 谢谢 那手艺真好 你看爷爷 从来不吃甜食的 今天为你破例了 来 去 我不吃 我怕得糖尿病 我这原料都是天然的 来 来 来 清清 你要少吃一点啊 蛋糕里面有反式脂肪酸 吃多了会不消化的 可可信是助消化的 妈妈 好吃吗 怎么了 没让你跟倩倩一会儿做蛋糕 不高兴了 我才没有呢 你快 快吃一点 人倩倩第一次做呢 别打起她记性 倩倩 妈妈可爱吃你做的蛋糕了 你看妈妈吃得多香啊 妈妈 多吃点 我觉得今天不太成功啊 你看那个 杜云诺她爸跟唐琳 连眼神交流都没有 要不然咱以后也别去了 我觉得挺好 以后咱们要多去 妈妈 妈妈 我想写日记了 真的 妈妈 可我没有日记宝啊 你这么小的小孩写什么日记啊 你还小呢 不小了 怎么点 能养成写日记的习惯 是个好习惯 记得磨练一日志 还能记下心得 倩倩啊 这是谁学的 妈妈 快过来 我的宝贝 我听一下 太棒了 你知道吗 妈妈从七岁开始 就写日记了 闺女写个日记 瞧你兴奋 这意义不同 这是我们倩倩 第一次主动要求 做一件对她来说 有意义的事情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熏涛 答对了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太棒了 明天给她买个日记本啊 没问题 给倩倩买一个 最漂亮的日记本 好 太棒了 高兴的 既日记 倩倩 你知道吗 刚才把日记写好了以后 将来写六本 肯定拿高分 那 咱闺女就将来考 北大中文系 然后未来成为一名座家 然后再出一些书啊 请凭会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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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在这儿呢 熏涉 你躲这儿干嘛 我找我几个点事 这要背着我说 她能有啥好事啊 走走走 我们先回去 你们快点啊 哎 什么事啊 出事了姐 出什么事了 薛子枫绝对有问题 今天带我去桑拿的时候 我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来 你别跟她混 你怎么又去找她 你先听我说完了 我不跟她混 我能打听到 这么重要的消息吗 我今天听你 说不定是罗丹呢 肯定不是 我跟薛子枫分开之后 我就多了个心眼 一直跟踪她 我看见罗丹了 她干嘛呢 乔装打发跟个女特务似的 弄得我都差点没认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 她在跟踪薛子枫 对 薛子枫难道有外遇了 嗯 先回去吧 你说这个 买货餐她就一点没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你晚了一个小时 杜先生 我觉得在这个期间 你可以出于礼貌 给我打个电话 通知我一下吗 公司突然有急事 我这电话就没断过 很抱歉 好吧 你想点点什么 这里的咖啡不错 白水就行 首先呢 特别感谢 您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 对我进行这个 针对性的辅导 我一定昔耳恭听 您说吧 我说 咱们可以不这样一样怪气的吗 我知道 上一次辩论 伤到你的自尊了 我也清楚 一个人的教育理念 是对您形成的 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尤其是像您这样的 对不起啊 喂 这个价格不行 再往低压 去谈哪 公司要你干吗 我不听理由 只要结果 您刚才说什么 我说啊 尤其是像您这样 击重难返 所谓的成功人士 您这么强悍武断 而且孩子也出了一些成绩 您就更容易听不进去 别人对你的意见 喂 喂 晨晨发了吗 有没有核对 不能再出错 您这什么意思啊 辅导结束了 你根本不想辅导 你的心不在这儿 在在在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 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你 来 关了关了关了 好 自从上次辩论完以后 我对我孩子的态度 无形当中有了一些改变 这多亏了您的教诲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孩子啊 他完全没有约束能力 经常就是得寸进尺 蹬鼻子上脸 这分寸怎么把握 您心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你今天来啊 就是来糊弄我 你就想回去跟毕胜男交差吧 其实 我们可以有什么说什么 杜先生 我觉得这样 咱们俩也不至于太难受 你跟毕胜男真的是闺蜜吗 你干吗这么问 你俩完全就是两个极端 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 那你和毕胜男合作还很默契呢 这我也很奇怪 奇怪是吧 我看 你应该是在生活中和工作中 都是一个很独裁的人 你比毕胜男还强势呢 这是毕胜男跟你说的 我就不能一眼看出来吗 真厉害 我光知道您是一个心理专家 没想到您还会看相呢 我觉得你的外表掩饰不住你的空虚 你也有怕的时候 杜丰 比如 孤独 懂你的女性 毕胜男 必胜男 要我再更进一步地说吗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层厚厚的外壳 怕被别人看穿 老爸 你的外壳尤其地厚 又厚又硬 那我是谁啊 穿山甲 人者神规 你还是对上次的辩论的事情耿耿于怀 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 我没那么小心眼 喝醉酒的人都不承认自己喝醉了 我 跟你说实话吧 如果不是毕胜男天天催着我 让我跟你见面 我今天是不会来赴这个约会的 他也逼我了 咱俩终于有一点一致了 来 庆祝一下吧 所以内心是不接受别人辅导 唐传家 说句实话 我对您有所了解 您没孩子没接过婚没有这些经历 您凭什么教育别人 我辅导过的孩子超乎你的想象 教育自己的孩子跟教育别人的孩子完全不一样 那您说吃猪肉和见猪跑能一样吗 我请你尊重我专家的身份 就算你心里不把我当专家来看 但也请你尊重我的职业 唐专家 每次您在台上侃侃儿谈的时候 我都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你是没有孩子 你有孩子你肯定疯 你比我们还疯 我敢保证你不会是一个好母亲 等你有了孩子咱们再谈这事吧 到此为止 我希望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再见 小朋友笑咪咪 小朋友笑咪咪 我们是欢快的一年级 我们是欢快的一年级 学走步一二一 学走步一二一 多像活泼的小鱼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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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进知识大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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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让我放学来找他 他说我自己在家不安全 那你从前不都是一个人在家吗 阿姨 上次你们到我家以后 他就不让了 你爸爸在里面呢 进去吧 嗯 阿姨再见 再见 再见 怎么出来了 给他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哎 你们家英雄真棒哎 我想问一下 你怎么提高 他的注意力的集中啊 打 没别的了 没有 这我可打不了 哎 你真的应该跟那个唐玲 好好聊一聊 他也想跟你谈一谈 你俩吧 综合一下 别再跟我提这个专家 什么为专家呀 自己都没接过婚生过孩子 跟我谈什么教育啊 可笑 人家可美国回来的 那学习班可贵了 爸爸 说明作业写完了 嗯 哎 这副家庭可真够难呢 哎 为什么括号只写一半 爸爸我错了 我粗心了 没事不觉得括号 哎 哎 你怎么作业本给撕了 重写 他是 只要有错 必须撕着重写 都威诺从上学第一天就这样 他习惯 他就是一孩子 你这样子对他太苛刻了 你不苛刻 所以你们家倩倩 永远考不了满分 太变态了 宝贝喜欢哪个 爸爸我爱这个青蛙的 嗯 这个小青蛙的不错 好漂亮哦 但是宝贝爸爸觉得 你应该选一个这样的日记本 带锁头的 因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 不能让别人看 所以啊 没事的时候要把它锁上 为什么要上锁 为什么 上不上锁呢 爸爸都保证不会偷看你的日记 但是爸爸不能保证某些人也不偷看 妈妈也不能看吗 这么跟你说吧 不管我没有多爱你 你都拥有 有自己的应该权利 知道了吗 知道了 你选这个吧 嗯 走 再看看 还想买点什么 币老 您怎么了 我看您一直在哭 是不是刚刚电影的情节 让您想到什么了 想不想起我年轻 您年轻的时候 您现在也不老啊 以前 以前我看电影 我总觉得 这男主角得了绝症 特别狗血 可是 直到八点前的一定 我打篮球摔断了腿 去医院检查 我检查住 检查说什么你说呀 痕性肿瘤 你 当时 我有一个特别相爱的女朋友 我女朋友 就二十四小时照顾我去医院里 到医院照顾我 每个用心劲 连我姐跟我妈都比不上 那后来您的病怎么样了 医生说 如果我五年之内没复发 我就基本全约 我就跟她约好 五年为期 如果五年 我没翻笔 我就跟她结婚 五年 结果 就在五年之月的时候 我准备好了鲜花 钻镜 我就等着她回家 突然我就听见龙虾一声巨响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爱牵刀司机的脸 我难受 我好死 她 她可能在天上看着你 �食火 林荣 你哭出来 bud 你哭吧 你哭吧 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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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 你的日记妈妈已经看过了 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呢 我已经用红笔给你标注出来了 给你做了修改 爸爸你不是日记不能给别人看吗 不是 你看着日记干什么呀 我让他写日记 是为了提高他的写作能力 我又不是让他写什么秘密 你这太荒唐了啊 那小孩写日记 又不是为了给你批改的 你看看这里面有多少个错别字 还有的连拼音都拼错了 他这样以后作文怎么写得好 我才不看呢 那是倩倩的隐私 隐私 她有什么隐私啊 上面什么事都没有 倩倩这是你的第二个问题 上面什么内容都没有 写日记不能记流水账知道吗 爸爸你不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 爸爸说的不对 写日记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 好 我们加油 好好写 吃了 倩倩 吃了 快点 爸 妈妈睡的那种日记怎么写呀 妈妈睡过之后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 宝贝啊 你喜欢写日记吗 你睡的那种我喜欢 妈妈睡的那种我不喜欢 爸爸叫你去成语 叫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当着妈妈面做一套 背地里我们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明白了吗 我不懂 爸爸这么跟你说吧 你不是不喜欢写妈妈说的这个日记吗 那你就在上面写一些假话 写一些妈妈喜欢看的话 可爸爸假话怎么写呀 宝贝 你太可爱了 爸爸怎么能让你写假话呢 这样 以后呢 爸爸帮你先写好 然后你抄上去就行了 爸爸呢 然后 爸爸又新给你买的一个 带密码锁的新日记本 你就把你想写的真话 都寄到这个本子里 你看啊 这个是带密码的 没有密码 谁也打不开 把你想写的真话寄到里边 但是记住 这个是爸爸和你之间的密码 好 民修、战斗 按度、战斗 给我五个 来 这个是密码 没想到 我姐幸福生活的表面下 是这么残酷的斗争 你说两口子要这样了 还有什么意思 都没亲 是啊 我都想象不出 他们俩睡在一张床上 是什么眼儿 问题是 现在我爸我妈 还蒙在鼓里呢 我妈前两天 还跟那陪他妈吹牛呢 说 我女儿和我女婿幸福啊 怎么怎么的 这都丢人呢 你知道你们一家人的 问题是什么吗 特别爱面子逃避重点 这不是解决的办法 要不我找那个 邪子峰聊聊去 等有一天我要有钱了 咱俩可千万不能这样啊 那你还是别有钱了吧 你所爱你老公发展是吧 小日子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好吧 我们俩就做一对 过小日子的小夫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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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姐夫啊 你不知理万机来形容你 一点不过分 你说啊 在那边 见那边的客户 接这边的电话 在这边 见这边的客户 接那边的电话 这中间还有时差 都没时间睡觉了 既然那来都来了 走 咱俩去做干摩去 不用 咱俩人这坐着聊会儿天挺好的 干嘛 走吧 花那冤枉钱呢 走走走走走 好 咱俩人这坐 走走走 你好 你好 菜都点好了呀 真不丢生啊 谢谢 你坐哪儿呢 坐这 先安排你爸爸坐吧 好 爸爸 来这 谢谢 姐姐做好了 好好好 妈 咱们这一家人 好久没吃了 一块儿吃饭了 可不嘛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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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回了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专门地请 大家一块儿出来吃个饭 今天咱们好好吃顿饭 好好好 太方舍了 来吧 开始吧 咱们晚辈 一块儿先敬二老 祝二老身体健康 开心 好 来来来 谢谢 妈妈来 来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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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这位我敬您了 好好好 你这样非把我们全家人 灌趴下不可啊 你少喝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你不让我把酒喝透了 不让我把话说透了吗 罗素 来 咱俩再喝一个 他酒量又不好 你老婆来喝干什么呀 我干了啊 吃菜 你别光喝酒 吃菜 老大 你知道我这些年 我在那边每天晚上 我自己怎么过的吗 我每天晚上不管工作到多晚 我都得喝点酒 为什么喝酒 因为我晚上睡不着觉 对吧 罗素 这男人心里边的苦 你明白吧 你跟我一样 对吧 你理解这男人心里边的苦 对不对 来 咱干了这杯 你喝什么呀 姐夫说苦是吧 那要说苦 你跟我姐刚结婚的时候苦 那时候你没房子 就住爸妈这儿 我跟盛南到月底也没钱 也来蹭饭 我记着我妈好像就扮这个水萝卜 是不是 咱全家吃得也挺开心的 还有 咱们那时候一个星期能包一次饺子吧 我记着喊让姐夫赶饺子名 馅谁获得我忘了 我媳妇获馅 妈 咱赶名 咱们回家再包一次饺子好不好 让姐夫赶饺子瓶 我媳妇获馅 行不行 罗素 咱们别老提过去那些穷日子啊 我发现吧 咱们中国人 特别地喜欢一苦思甜 其实这是一种 特别消极的生活态度 对吧 我们得敢于跟过去 昨天 一死泪说再见 对不对 我们得展望明天 明天的生活更美好 对不对 爸 自发不能忘记过去 忘记过去 就意味着忘本 妈 来 我再敬您一杯 妈 我得谢谢您 妈 我感谢您培养了这么一个好女儿 让我娶回家了 这是我的福气 妈也得敬您一杯 妈知道你平时都很忙 但是我得提醒你 以后啊在公共场合 不许说嘴话 妈 我跟你说 你今天酒喝得够多了 咱们回家好不好 子枫 咱们回家 回什么家呀 回家你又跟踪我啊 你说什么呢 我今天出了个门 你是不是又跟踪我啊 好 好好 好好 好 咱们都直接一点 这种方式比较好 我今天请大家来 我就是想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这话说清楚 我实在是演不下去了 演不下去了 我要跟罗丹离婚 说什么你喝多了你 你别吹我 吹什么吹你 你疯了吗你 别打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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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南熊你不要 我说得好 是吗 柯南熊你不要 自己是谁啊 是不是 别让孩子看着 走走走 你当去过苦的日子的时候 是你爸的是不是 爸 妈 自从我回来之后 你们的闺女 她就怀疑我 她跟踪我 我知道 我们俩在一起生活这些年 你们对我非常地照顾 不管我们两个人之间 有什么毛子 你们都是护着我 然后批评罗丹 我今天诉说这个决定 我唯一就觉得 我对不住你们二郎 那你只要你就对得起我吗 我有什么对不住你呢我 你这些年 你经过一个 做妻子的意欲吗你 你心里边除了钱 你还有什么事 你每个月定的时间 你给我要钱 就要你那点破钱 你一定给我闯走那个闹钟 还这么顺势 妈 妈 你想问我对人心里 怎么想问 我错了 是我错了 你都给人家吃什么 我恨你了 你帮我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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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人什么呀你 罗凯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我再也没有什么话 跟这个爱梦虚荣的女人说了 我的话说完了吧 妈 你们打也打了 罗单如果你不同意离婚的话 好 没问题 我们回原前 我走了 你快站住 你什么意思 你一去爱梦虚荣 就把责任全推到罗单身上了 是不是 你没有错 你老婆会跟踪你吗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今天就是故意的 请我们来吃饭 是想把所有的责任 推到罗单身上是不是 我推谢泽任吗 你别装了吧 我一直看着你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外面有女人 不要说 我告诉你 你就别一点了 我告诉你 毕小南 我们现在在说 我跟罗单的事 轮不着你说话啊 我是罗家的儿媳妇 我轮不着你在这儿撒爷 我告诉你 爸跟妈他们是文化人 我 不是 我见你这种流氓 见得多了 我告诉你 罗单不但是我的姐 还是我的老同学 我就看不到你欺负她 毕小南 你有什么证据 你这不是虚口喷人吗 怎么了 你凭什么这么骂我 我不得要骂你 快打你呢 你这个臭流氓 我揍你了 你说谁是流氓呢 你说我是流氓吗 你再说一个我是流氓 好 好 你们耍流氓吗 我再给你喷下来 我给你放网上 搞错误 你屋里取呢 屋里取呢 谁骂我呢 我不是个疯子 你才疯子滚 你别哭了 你哭了 你哭了 他也会跟你离婚的 什么用都没有 这样臭男人要的干吗呢 滚 我跟你说薛子峰 他今天绝对在演戏 他连剧本都写好 他知道你们一家人好欺负 上演一个苦情男 想一下子把事情给定性了 想一下子把事情给定性了 我说你还没想到 我想过了 我明天去找你姐谈 你过去帮你姐搬东西 有什么事情你给我打电话 嗯 绝不能让她这么欺负你姐 实在不行 我就把必然的小子叫来 不就流氓吗 顾奶奶我专制流氓 你表个态啊 行不 老婆 嗯 我觉着吧 你觉着什么呀 我觉着 我能娶你这么一位 文武双全的老婆 真是我上个辈子修来的福分 你以为我想动手啊 我这胳膊抡这个包都抡酸了 还不是为了你姐吗 就是要在那儿哭 这下罗丹惨了我跟你说 那可是你清洁 嗯 哪个胳膊算了 我给你揉揉 这个 嗯 好了 你开车吧 嗯 真棒 老婆 走 我在想啊 今天要不是这头老虎突然发了胃 那我们这个家 不知道会被别人欺负成什么样 哎呀 你就庆幸 咱们有这么一天和我老虎的儿媳妇吧 今天我算看金属两个人 一个是薛紫峰 一个是毕生的 赶紧把薛紫峰送来东西啊 快退回去 看来我们的眼光有问题啊 你不忙着检讨你自己行不行啊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单单哪个家 你啊 不会说三九三了吧 在前好好检讨检讨咱自己的女儿吧 她要是有半点儿虎气 也不会被薛紫峰欺负成这样 我都不明白了你 我问你 你这胳膊你是往哪儿拐的 你听我说 这个女人哪 单靠男人她是靠不住的 你们总说毕生男时之母老虎 时之逞强 女人就应该有点儿虎气 咱陆的就差那么半点儿虎气 哪怕是有你一点也行啊 我也是因为这里 对它靠近家